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个 暧昧的时光 橘色的灯光 温暖着不再跳动的心房 和某种欣慰的明朗肆意纠缠 那片触目惊心的明朗 灵魂本该只存在于舞台之上 脖子上重演着她死去时的痛感 逆流而生的血液 浇入黄昏 铁锈的滋味 是过来自她手中的那把黄昏 还有什么夹杂着未知恐惧的东西 在我的眼空中生长 神经变成根基 从身体里汲取营养 眼球脱落 头皮占领 无力抵抗的我 眼睁睁看着 用落在枕边的眼球看着 不屈不渝的话 然后突然一切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紫华 你相信紫搜真的是自杀的吗 我不信 那我们 但她又能怎样呢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也许 是吗 你也说了这是也许 紫华 可是 金语 对不起 你们难道就一点都不伤心吗 你们难道就一点都不伤心吗 我要和你们绝交 你们难道就一点都不伤心吗 很散 紫苏 如果死去的人是我 你又会怎么办呢 你又会怎么办 你又会怎么办呢 放学了 你们两个到底走不走啊 你又会怎么办呢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再待一会儿 把这张试卷写完 可是班主任不是说了 现在不准留下了吗 没事 我会在寻查老师来之前回去的 哦 走吧 嗯 嗯 怎么啦 怎么了 哦 哦 对了 班主任 班主任之前帮我整理课本时 有一本忘在办公室了 我得过去拿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他也许还会跟我说一大堆别的事吗 哦 你上午才被他赶出去罚站 要是要是现在让他看到你 你指不定还要怎么念念 啊 嗯 吃吧 吃吧 要不 钱余你先回去吧 可是 听话 我明天带布丁给你吃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 路上小心 谢谢你啊 梓花 你刚刚已经到过鞋了 我是说午饭的事 我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 本来就是我自作主张买来的 你特意让我留下来 应该不只是为了道谢吧 嗯 其实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情 很难开口吗 梓花 我们 是朋友吧 当然了 我们不一直都是朋友吗 那你老实回答我 紫苏的死 和你有没有关系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秦威 你是在说 紫苏的死 是我造成的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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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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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